H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李贝,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系列的视频我们可以学习词汇 我拍过的这个视频,这是我第二次 上次的视频质量不太好吧,我不满意这个质量 所以我再拍一遍吧 好,我们从阿拉伯语开始吧 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也许我们看看图片 阿拉伯语,我认为你看阿拉伯语的那个字母 也许你会更清楚知道这是阿拉伯语 这个语言吧 这是古兰经,对吗?古兰经 这是古兰经是有阿拉伯语写出的,对吗? 阿拉伯语,这是Arabic 阿拉伯,阿拉伯呢?阿拉伯,这是Arabia 啊,对吗?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呢?是什么字? 球掌国 emirate 那UAE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怎么叫的吧 UAE怎么说 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 这是一个吧 球掌国 OK UAE 有点差啊 阿拉伯联合球掌国 还有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人们常说沙特 也许沙特阿拉伯 是Saudi Arabia 之类的吧 还有 如果你知道阿拉伯语 也应该知道 波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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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朗吧 伊朗使用的语言吧 Persian 波斯语 你知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区别是什么呢 也我不太熟悉 我知道有一些 有些字母不一样吧 除此以外 我不太知道 还有 俄语 俄语在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俄语 怎么说 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 这个也 也很近吧 这个吧 这是在 巴基斯坦 对吗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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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巴基斯坦 No 巴基斯坦人 说 无尔 多语 对吗 乌尔多语 乌尔 不好意思 乌尔多语 乌尔多语 OK 巴基斯坦人说 乌尔多语 波斯人 波斯人 伊朗人 伊朗人 也可以说 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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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 波斯人 说 波斯语 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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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 哦 哎哟 这个网站 有的时候 就是那样 就会 改正我的输入 阿拉伯语 也不是我的输入法 这是这个网站 是谁 谁说阿拉伯语 谁说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 嗯 也许 哦 我去过 那个埃及 埃及人说阿拉伯语 沙特人说阿拉伯语 对吗 还有很多吧 我忘了 谁说阿拉伯语 他们列出 这个的 阿曼 阿拉伯语 科威特 这是科威特 对吗 巴林 是巴人 对吗 卡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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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 三个四声 搞《喜利亚》 粤单 濕丹 黎巴人 奈 尔及利亚 科摩罗 吉布提 索马里 还有这个吧 摩洛哥 我去过摩洛哥和埃及 别的呢 没有去过 就是这两个吧 我喜欢从 欧洲坐船 坐船去 就是到另外一个 那个州 那个大州吧 我认为这个很厉害 因为我来自澳大利亚 就是别的大州吧 是大州吗 大州的continent 大州 no 大州 别的大州 别的大州 离澳大利亚很远吧 但是 从欧洲你可以坐 半个小时的船 就到非洲 就让我很惊讶 你真的能这样做 也 好了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 就是爱 那个声音吧 也许应该 就是爱 这样说 有感情 叹气的声音吧 爱 爱 爱 还有 哎 哎 哎 哈哈 就是这个声音 哎 哎呀 哎呦 这样 哎呦 哎呦 哎呀 这也是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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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就是这个声音吧 除此以外 也 我们很快会说到 下一个词汇就是 这个吧 哎呀 就是哎呀 哎呀 哎呀 还有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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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一个人让你吓一跳吧 你可以说 哎呦 你吓死我了 哎呦 你吓我一跳 哈哈哈 哎呦 这么麻烦 这这类的吧 嗯 也许这三个 我们可以 放放在一起吧 他们很近吧 哎呀 哎呦 这三个 很近吧 所以 这都是声音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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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哎呦 我的妈妈 哎呦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哎呦 你可真慢 哎呦 你可真慢 哎呦 哎呦 这样吧 我猜一下词典 有别的用法吧 我觉得就是那个 那个声音吧 就是这个吧 哎 嗯 表示惊讶 也对吧 哎 你怎么 呃 能这样呢 表示 埋怨 提醒 呃 为难的 也就是这个吧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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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就是声音吧 好了 这个可以吗 哎呦 你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 你吓死 吓死我了 哎呀 你吓死我了 哎呦 你吓死我了 也可以 啊 天啊 你吓死我的 谢谢 你吓死我的 哦 哎呦 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里说谢谢吧 你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他跳了起来 转过身 你吓死我了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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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的 你吓死我了 啊 你吓死我的 吓死我了 也可以吧 我们谷歌一下 哎呦 你吓死我了 吓死我 我的也可以吗 你吓死我了 应该是乐吧 我看看 你吓死我 应该是乐 啊 这里是 就是你吓死我的 你吓死我的 啊 这是 是 的结构吗 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哎呦 哎呦 你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哎呦 你吓死我了 这样 接下来的吧 好 下一个词就是 哀求 啊 啊 耶 如果我记得对 他的意思是 to grieve 我对吗 也许我 我忘了 he implored no 不是我记得 哈哈 哀求 to implore ok 这个我写下来吧 to implore 这个有一点难哦 哈哈 我认为 哀是 是悲哀的哀 悲哀 悲哀的哀 求就是 请求的求 悲哀 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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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pleading or begging 这类的吧 哀求 那那个哀 那个哀不适合被哀有关的吧 就是辛苦这类的吧 哀 lament 是什么意思 那个哀 就是哀求的哀是什么意思 哀求 哀哀 悲痛 悲伤 OK 哀怜你说哀求的哀是这个意思吧 呃 悲痛 悲 不是 悲 不好意思 悲痛 我的笔 悲痛 还有 悲伤 悲伤 这个吧 悲痛 悲痛 grieve soreful 悲伤 sad soreful 哀求 那在什么语境中你可以哀求 这个 不明显吧 OK 就是 implore 比较 比较 可怜的吧 就 救救我吧 他哀求到 耶 OK 就是 他的情况不太好吧 这个可怜的孩子只能用眼镜哀求 就是 撒威或者这类的 也许他不会说话 需要用眼镜表达他的意思吧 不要 践踏 践踏 对 你那哀求的可怜穷 你那哀求的可怜穷 OK 这是 可怜穷 peatful peatful bug 可怜穷 rich OK 老奶奶哀求之 他哀求之 哦 海地 明天请再来吧 这个语境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不好吧 就是 苦苦哀求 这个我写下来吧 应该是搭配吧 苦苦哀求 苦苦哀求 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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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严重吧 这悲哀应该是比较严重的 严肃的情况吧 悲哀 悲哀 grieve sorrowful 嗯 哀求 也许有点像 你知道那个 嗯 疼爱 就是 嗯 也许那个疼 是一个 强调的方法 嗯 不一定 是疼 也许是这样吧 就是 那个爱 可能强调 求 就是 就是 家向 家向什么味道 嗯 也 请求 不是请求 哀求 哀求 他苦苦哀求 pleaded with him 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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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他 OK 麦克 眼含 泪水 OK I's bringing tears 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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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他 looked at him pleadingly imploringly OK 我 我被迫 苦苦哀求 给我的孩子 一条 生路 生路 是什么 way of living 嗯 啊 pleaded for 是给吧 是为吧 算了 他对 他露出 哀求的 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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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深情 两个是二声吧 他对他 哦 他对他 我对他 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 对他 露出 gave 哀求的 神情 OK show him 哀求的 imploring look 神情 嗯 做出一个 卑微 对吗 卑微的 哀求者 那 谦卑的 姿态 哀求者 哀求者是什么 这是一个词汇吗 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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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哀求者 就是这类的吧 就是 哀求哀求者 就是 这是你的角色之类的吧 也许这个不重要 看起来不太重要 哀求 字典里没有别的吧 好 这是动词吧 这是动词 就是请求 就是 请求 是一种请求 就是request ask之类的吧 但是那个哀求也许是比较 desperate desperate怎么说 不顾一切 不对 拼命的 对 拼命的吧 也许这个吧 渴望的吧 我觉得拼命的 好了 下一个词 爱家爱户 这样说的 如果我记得对 爱家爱户 爱家爱户 不好意思 爱家爱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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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爱是什么 爱是 啊 怪不得 我说的不对 你看 爱是 有爱 也有爱 那个爱是 医生的爱 这些我们探索一下 这个吧 医生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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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爱就是这样 词炼力就是这样 一 次 一次 还有顺 顺 顺 次 也许意思 差不多 in succession in order 顺 顺 in order pregustively 就是这个吧 OK 爱家爱户 的爱 就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 爱 你知道那个 二生的爱吗 爱 爱打 爱打 那个 是 普大会 就是 遭受 那个意思吧 爱 批评 来了批评 爱 OK 这个爱 就是二生的爱 二生的爱 就是 遭受 人受 爱打 爱动 爱批评 OK 就是这个吧 所以 我们学习这个 爱家爱户 这里的爱 是医生 爱家爱户 OK 这个我应该 写下来 我认为这个重要吧 就是一次 那个爱 是一次 我用这只笔 这只笔写 写它吧 爱 爱一生 定义 就是 也认为一次 好像就是比较系统性的吧 可以这么说吗 Systematic 系统性 我认为可以这么说 系统性 就是 这个可以 然后 这个家 这个家 这个家庭 然后这个家庭 然后这个家庭 这样 不是 不是很随便的 这类的吧 爱家爱户 加户是一个词汇吗 也许户 户是量子吗 如果我记得对 户 这是量子用法吗 他们来到 一户 叫 帕帕帕的家中 是一户 家 对吗 One household 也许不是这个吧 这个我不 一户户 人家 这里应该是 量子吧 OK 我Clickle一下 Clickle会告诉我 户 不好意思 我就 我安装了新的那个输入法 户 所以 可能不是量子 这 是量子吧 好 量子 Used with nouns noting households and families 我认为就是这个用法 所以 加 户 就是这个 爱家爱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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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遇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就 就是 不能 不 想起 这个 你知道那个 Avon lady吗 Avon lady Yeah 他们爱家爱户 是卖出 卖出什么 化妆品 应该是化妆品 他爱家爱户 爱家爱户 爱家爱户 就是敲敲门 有人吗 想要买 我的化妆品吗 或者我公司的化妆品 爱家爱户 啊 这是 这是送快递 送快递 算是爱家爱户吗 也许吧 还有 爱家爱户 送 梨子 梨子就是plum 对吗 plums 送 送就是送给他们吧 不是不是卖 是给你 这是爱家爱户 也许这个情况不太好吧 也许他们爱家爱户 做检测 做核酸检测 也许这是警察 爱家爱户 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OK 这是爱家爱户 这是 OK 安保人员 security 对吗 不一定是卖东西吧 他们爱家爱户 从 爱家爱户的 从老百姓那里 收钱 collecting money from your average Joe 或者your average Chen 爱家爱户 爱家爱户 I ask the house collecting money OK 好 下一个词 也这两个我们可以 一起学习吧 爱 OK 爱和爱症 爱和爱症 意思一样吧 但是爱就是 爱是后缀吧 后缀你知道吗 后缀 有后缀和前缀 前缀 后缀 这个 前缀 后缀 对吗 所以 这个坠是 点坠吗 点坠的坠 这个也许你遇到过 点坠 decorate 所以 前 就是in front 坠 就是decorate decorate the front 对吗 后坠 就是decorate the back OK 那个 癌症 癌症的癌 就是cancer 对吗 癌和癌症 都是cancer 没有别的意思吧 但是 癌 就是 后缀 所以有 乳腺 癌 乳腺癌 比如 breast cancer 对吗 乳腺 乳腺就是这个吧 memory gland memory gland 对吗 乳 就是母乳的乳 母乳 这个吧 母乳 breast milk 所以lactating no breast milk 乳 这个 母乳 还有 哺乳吧 有哺乳 哺乳 就是breast feeding 你知道有哺乳洞吧 洞 哺乳洞 哺乳动物 就是mammals breast feeding animals 哺乳动物 有母乳 OK 这是milk 应该是东西吧 这是那个乳 腺 腺就是gland 对吗 有 也 OK 身体有很多腺 身体里有很多腺 但是 这个我不太知道吧 也许你应该问一个医生吧 或者学习 学习这样的吧 淋巴腺 lymph nodes OK 这样 有各种吧 私腺 silk glands 对吗 OK 所以乳腺癌 是 milk gland cancer breast cancer milk gland cancer 对吗 是gland吗 milk gland cancer breast milk gland cancer 好 这是后缀 有各种各样的 你知道在pleco上 你可以 我给你看 来小等一下 你可以这样搜索 可以加几个问号 那个问号代表一个不知道的汉字 是未知的汉字 未知 未知的 未知的汉字 未知的汉字 应该是这个 未知的汉字 是代表未知的汉字 而且pleco会搜索 所有 所有 这类的 词汇 所以 有各种各样的 癌 癌症 有各种各样的 癌症 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词汇 有两个汉字 然后是 癌症 你可以这样搜索 plpl 癌 也有各种各样 肺癌 lung 癌症 肺 是lung 对吗 这是什么 乙腺癌 癌基因 cancer genes 在澳大利亚 皮肤 皮肤癌 皮肤癌 在澳大利亚 皮肤癌 是最严重的吧 我认为 应该 我不知道是 乳腺癌 还是皮肤癌 我认为是皮肤癌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 OK 这是臭氧层 臭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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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的 臭氧层 比较薄 所以 澳大利亚的 紫外 光 也写一个吧 紫外光 比较厉害 很容易 晒伤了吧 但是我认为 最近 没有 之前 那么坏 那么严重 但是 我记得 因为我皮肤 好白 我出去的时候 就 动不动 就发现 哦 我晒伤了 就是很 就是很短时间内 可以晒伤了 所以我需要小心点吧 所以澳大利亚的皮肤癌 这些皮肤癌绿 可以这么说 Skin cancer 皮肤癌发生绿吧 发病绿 发病绿 发病 发病绿 皮肤癌 Skin cancer 发病绿 Occurrence rate incidence of a disease 就是很高啊 澳大利亚的皮肤癌 发病绿 好高呀 所以 如果你有天到澳大利亚 或者你已经住在澳大利亚 需要小心 就是出去的时候 需要放那个防晒霜 对吗 需要戴墨镜 戴墨镜 这是墨镜 对吗 我 就这样 戴墨镜 需要戴墨镜 戴帽子 戴帽子 之类的吧 OK 癌症 癌症 觉得是 所有的癌 所有的癌症 这是总称 癌症 癌症 就是那个总称吧 有各种各样的癌症 他得了癌症 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癌症 他得了癌症 也许这个我写上吧 就是搭配 就是搭配 得了癌症 那个搭配 我的爷爷 得了癌症 我得了癌症 你的忧 你的忧默感 得癌症了吗 这个是一个比喻的用法 对吗 Has your sense of human got cancer 他在与癌症的对抗中赢得 不一样吧 赢得了许多人的钦佩 钦佩 我说的不对 钦佩 那个钦是比较少见的汉子 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 这个我写下来 我认为值得写下 值得写下 得了癌症 很多这样的医学 和医学有关的汉字 是信赖的吧 所以我猜 这个词汇是专门发明 专门发明为形容 那个吧 钦佩 专门 coined 这个怎么说 coined a term 不是这个吧 嗯 嗯 也许我可以说发明 我暂时说发明 但是 point a new word 创造吧 OK 它不仅 这个吧 赌转 哦 OK 就是这个吧 赌转 赌转 嗯 耶 所以 也许 就是 人们 人们 未知 或者是 还没有 还没 还不知道 嗯 癌症的存在 那时候 没有这个汉字吧 嗯 就是 随着 医学的 不断发展 嗯 我们 呃 我们遇到 很多 就是很多新的那个东西 新的疾病 新的 分子 新的 各种各样的科学领域中的那个概念 嗯 嗯 所以 需要 就 发明新的那个汉字吧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汉字 癌 就是发 发现 癌 癌症 这个汉字 发现 癌症之前 存 存不存在 但是 如果他的意思 只有这 这类的吧 他的意思 只有癌症的意思吧 最可能 嗯 是新来的汉字吧 这是我的猜测 也许你可以确认 哈哈 还有 OK 这一批 最后一个词 就是这个吧 也 我认为 每一行 差不多是 一部视频 应该 应该 应该够了吧 这样 应该 可以 这样 我可以 比较 放松的 就 也 我们可以 享受 学习 词汇的过程 这个过程 很长啊 应该 应该 享受 那个过程吧 癌子病 你知道 这个词汇吗 就是 AIDS 对吗 癌子病 癌子 真的吗 我好久说错了 艾滋 艾滋病 艾滋病 艾滋 也可以说艾滋吧 艾滋病 就是那个吧 就是名词 是那个病毒吧 是那个病毒吧 癌子病 还有 OK 是那个病毒 还是那个疾病 HIV 这是 这是那个病毒吧 癌子病 病毒 是那个病毒吧 啊 艾滋病 是那个疾病 对吗 艾滋病 病毒 也 英语 这个是 是 那个病毒 对吗 但是 那个 疾病 就是 就是 AIDS 对吗 如果我记得对 艾滋病 病毒 HIV OK 艾滋病 病毒 就是那个病毒吧 那种病毒 有不同 不同 还有别的病毒吧 现在也许大家知道 新冠肺炎病毒吧 新冠肺炎病毒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病毒 哦 我写的对吗 应该是这个吧 新冠肺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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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真的 人们怎么说吧 冠肺炎病毒 人们不是说 不是这么说 新冠肺炎病毒吧 我认为人们真的这么说吧 OK 也许 新冠肺炎 也许是比较这个吧 新冠肺炎 就是这个吧 新冠肺炎 CORONAVIRUS 这是那个疾病吧 还有它的病毒 埃典肺炎病毒 OK 埃兹病 埃兹病 现在埃兹病 没有以前的那么严重 因为就是 就是治疗方法 不断的发展 对吗 所以现在不是八十年代那么严重 但是人们应该还是很小心吧 真的是不好的 不好的疾病 不好的病毒 埃兹病 埃兹病 降低了身体的抗 抗感染能力 也 AIDS reduces 我就是这个吧 reduces the resistance to infections 所以也不是 埃兹病 埃兹病 不是埃兹病 本身 就伤害人 对吗 我不是转转 其实 也许我不应该这么 这么说吧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埃兹病 也许你应该看课本 就是参考课本 或者 那个 那什么 白颗 这笔钱将 交给 旧山 No 旧金山 埃兹病 基金会 就是 San Francisco AIDS Foundation 耶 耶 就是这样吧 嗯 耶 我认为这个词汇 不用 多说吧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AIDS 嗯 就是AIDS 还有 埃兹病病毒 就是 HIV 对吗 好了 也许在这个视频里 我们到这里吧 也许有点短 但是我认为这个 这个方法比较 比较 适合我 也许 也比较适合我的观看着 我看了之前的 之前拍的视频 我认为 嗯 不想 不想 不理想吧 嗯 好嘞 我们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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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